台东县户野乡永宁路上的绿色隧道 平时人车稀少 但两旁巨大的张木和木麻黄景致 早期就因为吴念珍所拍摄的广告而声名大噪 近年来每月在此举办了2626世纪 更打开了他的知名度 是许多在地小农和寻宝客最爱的世纪之一 请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啊 东大 哦 东大 而位于绿色隧道旁无人看管 以环保工艺永续为中职的城市商店 在开幕一个多月以来 成功的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前来淘宝 甚至也有来自国外前来取经者 他们是从马来西亚来的 是啊 您是马来西亚还哪里来的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这样的吗 自己拿自己放钱的 少数有 还是有 很少 很少 通常是拿着不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里你们可能没有上去高台那边 有那个冰棒也是自己吃自己放钱 我们是有不多 不多 非常少 哈哈哈哈 在推动社区放行工作的过程上 常会遇到一些问题是 社区人力不足 那我们想要做的又很多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像办工作假期啦 办一些志工活动 不过当我们很多东西要去贩卖的时候 我会遇到 人力不足的时候我怎么去做一些经营管理 所以这些年来在永安目前大概有出现了三家的这个陈石商店 从我们的春丽芝的卖冰棒的部分到我们这边 从原来我们有一个第二号市到现在的陈石商店 那当然这一个原因是我们人力不足 不过我们开始要做的是更多工艺的东西 所以来这里买东西的基本上应该也都是成性为主 成性啊平常就没人顾啊就开门 东西全部都在做 我看你现在拿的那个其实好像也都 都很新哦 是啊 对啊都很好的 对啊也不是 都是今天新货的 我们跟那个花莲有没有合作 然后就是东西都是整理过 而且很多其实蛮多都是新的 就是大家全全 台湾各地都把多余的东西分享 那很多都是新的 嗯哼哼 我们大家都会来寻宝 大家都可以寻宝 就算用过了八成新啊 是啊看起来都还非常新的 事实上我发现国人的素养也越来越好 那我们像这个永安的陈石商店 贩卖的东西是跟花莲五味屋的这个工艺平台 那由他的捐赠的二手物资来这个地方 那我们做这个陈石商店的这个无人商店 我们让他这些物资二手物能够找到新的主人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们跟五味屋合作这些东西 大部分以可能不是全新 可能九成新八分八成新的二手物资 在这个地方用很低很低的价钱 跟大家去做分享 那这分享来受我们像在这边很好玩的是 这里面有一个自己的投钱的地方 很多人刚开始来都认为 哎呀大部分人都找钱 没有那个 事实上后来慢慢大家会习惯这种模式 自己买东西自己去投 他是老板 他自己 你们都是你们主持的老板 所以钱是放那个地方 要投进去 当初我们在设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在说花个钱 去再买一个那个装钱的那个箱子 我们就因为我们有一些回收的那个客桌椅 那我们就把客桌椅打一个洞 旁边那个再穿一下 原则上他就可以了 写一下告诉大家这个钱 没有办法照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相信人性 今天的游客数没那么多 我们会每次来就会去收了之后 回去会再去做一些整理 大概今天 今天的部分大概一千多块吧 我们这边的东西很多 十块二十块四十块五十块 我们可以里面打开的时候 可以发现竟然有一千块的呢 我们会登记这个月 这个礼拜的营业是多少 那这营业多少之后呢 假如说这个月 这个礼拜的营业是五千块 我们有两千五百块 会回去花点的五位屋那边 继续做工艺的部分 那两千五百块呢 就留下来我们永安社区 现在在支持的瑞严小学堂 那小朋友的这个早餐啊 还有一些 课业的营业的那个费用 他就完全拿来做工艺 所以很多来宾他们买的时候 除了他买东西之外 他也是在做工艺 有一个大家可以修气的空间 那这个闲置空间的活用 也有达到一个目标 那相信之下 我们村庄也多一个新的一个特色点 不要看这样小小的诚实商店喔 他因为有很多工艺性质的东西 所以他一个月 可以为我们瑞业小学堂 大概带来超过一万块的这个捐赠 就是卖的时候捐赠能够回馈钱 那对我们在经营这个瑞业小学堂 工艺平台的时候 事实上具有很大的帮助 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做工艺 买东西也可以做工艺 那一样可以看到台湾这种社会很进步的一些 这种民众的一些想法 那可以一起把这种正面的一些力量做一些推广